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记者们近距离围坐在主创团队身边 听主创们分享该片的创作趣事 具有荧幕最佳情侣之称的古天乐与郑秀文 时隔八年后再合作默契依然不解 当古天乐调侃起两人再次合作的感受时 却因普通话不标准反被一旁的郑秀文嘲笑 这次跟他合作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 他开心了 他开心了不小 开心了不小 在有时候看到他 因为他威尼布斯牺牲了很多 他要受每天都不吃东西 每天的迷迷 每天都不吃东西 所以他有一天 如果他说今天很想吃什么 导演都会准备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在拍摄的过程我们觉得很开心 也跟他那个模式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 不用说话也了解他在想什么的 据悉该片讲述了饰演天王巨星的古天乐 因感情受到创伤选择到香格里拉避世 在那里邂逅了当地经营旅馆的老板娘郑秀文 于是两人展开了一段唯美浪漫的恋情 逐渐走出忧郁困扰的郑秀文 如今已经能够每天乐观地面对生活 更坦言喜欢剧中带有希望的结局 当被媒体问及 剧中两人大秀亲密 会不会感到尴尬时 古天乐与郑秀文默契对笑 直言一点也不尴尬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很尴尬的真的没有尴尬 一点没有